你好 欢迎收看意想世界 建筑界传奇大师安藤忠雄 在台中盖了他的第一个校园艺术馆 这同时也是他在台湾的第一个建筑作品 这座耗资将近四亿的艺术馆 历时六年时间终于在今年夏天完工落成 建筑以他著名的清水魔工法和少见的三角形设计建造 预计邀请民众到里面住一晚 体会安藤忠雄独特的美丽 阳光从落地窗洒落 光影交织成一幅美景 这是建筑大师安藤忠雄 在台湾盖的第一座艺术馆 用三角形构成整栋建筑 外观 展览厅 甚至是天井 都是三角形的构造 他特别把三角形不只是用形体的表达 而且是有一个概念中 三角形在他的理念中 认为是人跟建筑跟艺术的一种对话 亚洲大学为了提升艺术教学 邀请世界知名的建筑师安藤忠雄 在校园旁盖了一座艺术馆 日本知名的水智教堂 以及美国的普利兹美术馆 都是安藤忠雄的作品 今年十月才要开幕的 艺术馆比照市立美术馆规格的建筑 由三个三角形堆叠而成 墙面几乎都使用清水膜的建材 外观跟传统美术馆不同 用了大量的落地窗 让光影在馆内形成自然的艺术品 它里面就有很多 我们建筑称为中介空间 因为错开之后就会下面有屋檐 有走廊的空间 错开的地方的楼上 就是一个空中屋顶 空中花园 一楼的讲堂用木制地板 墙面 跟三角形空间 形成一股宁静的氛围 三楼的展览厅透过落地窗 看见穿插的走廊以及对面的学校 丰富的视觉层次 让人很难不对这里动心 安藤忠雄打造的艺术馆 为台中增添了更多的艺文气息